WiFi通话并不是我们手机 连上WiFi就可以开启了 可以通过WiFi来拨打电话和收发短信 那么我用WiFi通话这个功能的时候 要不要去翻墙 模拟回了美国境内 我们去打电话发短信的资费 都相当于是在美国境内 是按美国本地的资费来算的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很多小伙伴在咨询或者购买美国手机卡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平时感觉很陌生的东西 比如说WiFi通话 就是大家困惑最多的一个 很多小伙伴以为WiFi通话就是 我们手机连上WiFi之后 然后就是WiFi通话了 之前向大家介绍的美国旅行卡这张卡 在WiFi通话的环境下 可以无限量的免费拨打和接听 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话 也可以无限免费收发这80个国家的短信 有很多小伙伴想当然的就以为 只要我手机连上WiFi 我就可以免费去使用这些 但后来发现在使用了之后 又被扣费了就很困惑这个问题 其实这也就说明了 WiFi通话并不是我们手机 连上WiFi就可以开启了 它其实是手机内置的一个功能 我们只有激活WiFi通话的功能之后 才能够免费的使用这些套餐内的优惠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WiFi通话是什么 如何才能够开通WiFi通话 支持WiFi通话的手机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WiFi通话 WiFi通话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到了一些比较封闭的环境 比如说一些高楼大厦的写字楼 或者说地铁 或者说比较偏僻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手机信号很差 或者说根本没有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拨打电话 收发短信 那么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WiFi通话的功能了 只要我们身处的环境中有WiFi 我们连上这个WiFi之后 然后激活手机的WiFi通话功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WiFi来拨打电话和收发短信 其实实现的原理很简单 如果说我们用手机卡的话 就是手机信号连上留我们最近的手机信号卡卡 然后信号卡再接入运营商的网络 来接电话和发短信 WiFi通话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连接手机的WiFi网络 来连接到运营商的网络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其实这个实现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也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三大运营商 包括国内的手机制造商 并没有来推出这个WiFi通话的功能 比如说我目前使用的是中国联通 它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地下室人行道 或者说办公室里面的话信号就很差 但是刚好我们办公室有WiFi 如果说能够有这个功能的话 就再也不用担心没有信号的问题了 而且信号很差的时候 手机它的耗电量也会增加很多 连上WiFi通话就不会再用风望网络了 手机也会省电很多 国内没有这个功能实在是可惜 难道是运营商们觉得 现在中国的WiFi普及度还不够高吗 其实现在在一般城市的商场 都会免费提供WiFi 办公室里面WiFi也更是标配 所以国内的运营商不提供这个功能 个人实在是找不出来什么原因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 什么手机支持WiFi通话呢 其实WiFi通话这个事情在国外很早就有了 早在2013年 苹果发布的iPhone 5c就已经支持WiFi通话了 苹果之后发布的机型 更是全部支持WiFi通话的功能的 无论说我们用的是海外版的iPhone手机 还是国行的iPhone手机 都是有这个功能的 那有的小伙伴会说 那为什么现在我的iPhone打开没有这个功能呢 那是因为我们手机上插的是国内卡 不支持WiFi通话 所以不显示这个功能 只要但凡安装上支持WiFi通话的手机卡 我们在设置蜂蜗网络里面 就会多出一个无线局域网的功能 那就是WiFi通话 安卓手机从Google Pixel 3以上的机型 全部都是支持WiFi通话的功能的 不过安卓手机上的WiFi通话功能叫做WAN通话 名字虽然说不一样 但是其实都是WiFi通话的功能 另外国产手机据我所知 小米和华为的个别型号是支持的 具体需要大家在购买手机的时候确认一下 我自己有一台iPhone还有一台Google Pixel 实际测试来看的话 iPhone的WiFi通话连接的成功率几乎是100% 而且稳定性很高 只要不断开WiFi一般都不会掉线 而Google Pixel的话经常会有连不上的情况 需要我们去断开WiFi 然后再重新连接才可以 而且经常会有WiFi通话会断连 所以如果有想用WiFi通话功能的小伙伴 尽量还是选用iPhone 体验是最好的 这样综合起来看 要实现WiFi通话 一共有三个主要的点 首先第一个点是我们的手机要支持WiFi通话 第二个点也就是我们的sim卡要支持WiFi通话的功能 第三个点是我们的手机要连上WiFi 如果没有WiFi 连其他手机的热点也是可以激活WiFi通话的 接下来的话回答一些WiFi通话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困惑 第一个问题是 既然国内的运营上不支持WiFi通话的功能 那么我用WiFi通话这个功能的时候 要不要去翻墙 根据我自己的测试 我们直接连接WiFi 并不需要翻墙就可以连接使用 其次的话 我们在使用WiFi通话的时候 会不会去消耗我手机的流量套餐 比如说我用美国的旅行卡 我的流量套餐是1兆0.2美元 如果在WiFi通话会消耗我手机流量的话 那么分分钟一套房子就没有了 其实这点的话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WiFi通话它走的是WiFi的数据量 而不会走手机的蜂蜂流量的 所以不用担心会消费手机卡的流量 另外有小伙伴问 这个WiFi通话是不是很耗流量啊 我如果别的手机开个热点给美国卡用 会不会不划算 其实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如果我们用WiFi通话的话 打电话的话一分钟大概是1到5兆的流量 视频通话一分钟大概是6到30兆的流量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还有的小伙伴会问 我用WiFi通话打电话是不是属于漫游 资费会不会很贵 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是体现出WiFi通话功能的好处了 我们只要手机激活WiFi通话的功能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张手机卡 现在已经模拟回了美国境内 我们去打电话发短信的资费 都相当于是在美国境内 是按美国本地的资费来算的 所以说强烈推荐大家在WiFi通话的环境下 去使用美国的手机卡 但有的小伙伴会说 因为我不是每天身边都有WiFi的 那万一我没有连上WiFi 走漫游自费的话不是很贵吗 确实的话如果说没有WiFi的话 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手机 给这个手机来开热点 只要我们连上其他手机的热点的话 也是能够激活WiFi通话的功能的 接下来和大家去演示一下如何去开通WiFi通话 首先在苹果手机上面 我们打开设置点开蜂蜂网络 如果说我们现在手机上面插的是中国卡的话 这上面是没有无线局域网通话选项的 我们插上境外卡 就会有这个无线局域网通话的选项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边的无线局域网通话 然后就可以去打开WiFi通话的选项 输一下911的地址就可以了 关于911的地址大家可以输入屏幕上面的地址 都是可以用的 其次的话我们看一下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的话我们点开网络和互联网 然后去点击通话和短信 然后下面有一个WAN通话把它打开 这边的话我们优先去选择第一个 也就是优先去进行无线局域网通话 之后的话我们重启一下 或者开关一下飞行模式 信号栏出现无线局域网通话 那就说明已经连接成功了 那如果说没有出现一直显示Ultra的话 说明是没有激活成功的 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漫游的状态 以上就是关于WiFi通话的一些常识的普及 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说想要购买美国手机卡的小伙伴 也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方式 联系我咨询 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助更多的人 另外频道的社区会员功能也正式上线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了解一下我的YouTube会员 那我们下期再见